我在上周日的时候 收到了我姐姐的信息 因为她是做珠宝生意的 平时会有很多快递进来 她收到了Tuslajo的一条信息 就说有一条包裹没有到达 我的姐姐当时就怀疑 这个可能是诈骗链接 但是她又确实有很多包裹 于是她发消息给我 让我帮助她去确认一下 是否是真的有这个包裹存在 然后我就在周一的下午 应该是2点03分 我就到了与我最近的一个Tuslajo三图 去确认这个链接是不是诈骗了 当时我还拍了号码 也给我的朋友拍了照片 然后我就打开了那条 我跟姐姐的截图 问她这个链接能不能点 当时她并没有认出来 这个不是他们官网的链接 她不仅让我点了之后 上面有一个tracking number 她可以查 我当时让她点了这条 就是她当时点了这条链接 里面有tracking number 我让她查一下 有没有这个包裹存在 她当时说 我查不到tracking number 我也查不到三个是谁 我就问她 我的数百度 当时就出现了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点进去下午 是这一个表格 我就问她我的数百度 她让我fill up the phone 我当时填完信息之后 我还给她再一次确认了 让她检查我的信息是否有用 她说update 她们的人员会read delivery second part 然后就到这里 因为我当时银行卡在车里 所以我就暂时离开了 pust budget 我们看到这个 邮政的这个签写的是一块三毛七 于是我登陆了我的银行信息 我理所当然以为 我就要付完这个一块三毛七的费 因为我用的是苹果手机 我刚刚上我的信息之后收到otp 我苹果手机她其实会自动填写我的验证码 可能当时就是脑子没有手快 我只是点了一个ok键 我的钱马上就被charge出去了 然后我就收到银行发给我的消息 她说她charge了2099.95 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个骗局 我第一时间已经打电话给我的银行 请求她锁住我的账户 如果我不锁住账户的话 就是这些犯罪团伙 她会一直刷我的钱 直到我的银行卡里再也没有一分钱 之后呢 我锁住银行账户又回到了post name 因为我想问清楚这个事情 是她的工作人员扛讽我 去点这个链接 我才会去点这个链接 因为我去站的目的就是问 这个链接我到底有关系 后面他们就是要求我去post的走 然后我也联系了他们的support 也收到了他们的一个盗信信息 但是随便就是口头盗信 他们确实承认员工存在这样的行为 他们自己在官网上已经写出了 有人受到这样的骗局 但是他们却没有告知他们的员工 让他们的员工不要让其他人点击这样的链接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群联应受到很深信 她已经报了案了 在这个 哪里吧 在京军 就是离我最近的 She lost a report send to in central police 对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